问题好 周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 国际形势今天是2024年 5月26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这个下午时间 我们今天谈一个 其实很重要的一话题 俄罗斯对日本 有一个巨大的举动 其实这个信号已经放出来了 就是俄罗斯说宣布 在1993年开始 就和俄罗斯签署的 日本和俄罗斯签署的一个 合作协助消除 因在俄罗斯削减的核武器 并为此设立合作委员会的协议 说5月21号失效 正式撕毁 这个协议 这个意味着啥 失忆 说吧这个事很大 这是对日本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核威胁 核威胁 为什么这样说 很多人看不明白 这意味着啥 这时候说白了 就是俄罗斯和日本 在1993年开始 签署这个 一个协议 这个委员会 说白了是干啥的 就是 就是俄罗斯 之前对日本 部署的 对日本的各种 就在前苏联时期 部署的对日本的各种 核打击 说白了 就是日本出钱 把它销毁 俄罗斯在1993年就同意 因为这 当时对美国也有这样协议 说白了对欧洲都有 就是 俄罗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你们要把前苏联部署的 对你们的核的威胁 核威胁 核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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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要销毁 那行 给钱 说白了 我们一起 把苏联的 之前部署的这种核威胁 给你一个个 如果不给钱 那就不销毁 到时候 打在你头上 别怪我 所以在93年开始 就有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是一个 很详细的机构 签证到啥呢 第一 资金 第二 要把前苏联的 这个相应的 部署的这个机密 要公布 第三 还有一个重要点 销毁完以后 然后还有检查 这都要钱的 用什么方式销毁 这个 这些核 这种核设施 比如对日本的 这种核打击设施 是吧 你怎么确定 他销毁了 你怎么确定 把他拆除 怎么确定 这个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 给他解决 说白了 其实就是 解决前苏联 对于日本的核设施 就核打击力量的 核威胁的 让一个悬在头上 头顶的最大的威胁的力量 之前牵出来 用钱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给他消除掉 现在突然间 把这个取消了 这个无效 那就意味着啥 说白了 就是告诉你 这些前苏联 放在你日本头上的这 我们管不了了 如果哪一天 前苏联的导弹出来了 我们也控制不了了 这是对日本的赤裸裸的核威胁 这个事很大 这个事很大 是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就是说白了 俄罗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耍这个流氓 看到没有 耍这个流氓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尼尔先生 好的 其实我觉得 本身来讲 俄罗斯在二战之后 跟美国 跟日本 甚至跟日本 都相继跟西方国家签订了很多 减核 甚至于 就消减核弹 消减核设施 这些契约 那现在逐一的 我相信 包括连美国本身 他都有相继的 对于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以后 是否有持续在削减这些核设施 感到担忧跟怀疑 那事实上本身来讲 日本对于这样的一个 去削减俄罗斯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是否还继续有效 当然 藉由今天这样的一个报道 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也许就 也许就是因为本身来讲 对日本的和平宪法 还有在日本 在本身军事能力 还有武力 这些应该说 是美国释放他的整个 这个军武的力量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 一定会感觉到盲刺在背 那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 所谓应该说是核武器合作协议的终结 来让日本本身去解开这个捆龙所 那事实上也另外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 如果一旦真的俄罗斯对日本发动了核武攻击 日本相对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制之道 也可以用相对的核武器 或者核设施 核战略设施 来去对俄罗斯进行反击 那其实这个东西 讲穿了就是 如果说本身俄罗斯不遵守 之前跟不管是跟西方国家 这些民主国家所签订的这些合约的话 他已经进一步的去摧毁 甚至于就像中共这样 不断的在私底下去增加核弹 增加核威胁 那甚至于制造脏弹的话 那我相信其实美日之间 甚至包括连欧 北约欧盟之间 我相信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坐以待毙 然后完全忽略忽略不计 他们一定会相继去拿出一些威吓甚至围堵的方法来去反制 所以说其实这个讯息被揭露出来以后 我相信其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就是 美国在对于日本在军武上面 包括甚至于连核武上面都已经开始进一步的去解封了 那如果说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不能够在日本本身在军武战备上面 那个具有一定的实力之前 赶快先发制人的话 那我相信其实对俄罗斯 甚至于包括中国来讲 甚至于普丁所要去拜访的 这个金正恩的北朝鲜来讲 都会具有相当性的威胁 所以说其实现在本身来讲 应该说东西方正在如火如荼的 赶快去展开彼此之间的军备竞赛 那这个一定会掉入在雷同二战时候一样 变成彼此之间去消耗国力 来去产生一些军武上的一些竞赛 那这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那后续如何我们要持续去观察 好的路德 他这个就是一个赤裸裸对日本的核威慑 核威慑 这是一只暗中 他是做铺垫 他接下来为这个做铺垫 他的意思是 就如果你不去销毁 那俄罗斯也不会去销毁 这里哪个前苏联搞的东西 跟他们就没关系了 他们也没办法控制 万一哪个东西 被别人给非法操作了 打到你头上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对日本用这种 这其实也是朝鲜的一种方式 说白了就是要 为什么要采取这个 因为就是 说日本在俄罗斯出积乌克兰 这个事情上的表态 参与美国的阵营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煽动什么日本社会的仇恶情绪 这些东西 所以俄罗斯要出手了 一出手你看就直接对俄罗斯对日本就是核 这就就一出手就是和核有关的 你看这就是他一个重大威胁啊 我们这个这是这是一点啊 这是一点 所以你看 我们一直说啊 你看北朝鲜也在一些这种行动 俄罗斯也是一样 是吧 俄罗斯接下来还去北朝鲜啊 在日本这里 又是图门将出海口 又是在这里对日本 在这个时候 你看俄罗斯 日本制裁俄罗斯 这个事情 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说白了从 这个俄罗斯出积乌克兰 2022年开始 日本就加入到美国的这个阵营 是吧 西方的这个阵营 很明确的表达了 坚决加入西方阵营 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啊 俄罗斯才开始出招 有些你觉得为啥 现在才开始出招 你觉得是不是跟 是吧 这个他们要开辟第二战场 有关系 你怎么看啊 的确啊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本身 乌克兰 在乌克兰这边 是整个的攻击的进度 跟他本身的一个力道都被局限了 那更何况就是在伊朗这边 他的总统 在不幸坠机以后呢 现在目前伊朗 整个的 不管是党 他的党 他的党 政党跟整个正式的运作 政治的运作都出现了空窗期 所以说事实上俄罗斯十分着急 如果说在 不管是在中东或者在 东欧都没有办法去开辟 一个新的战场的话 他现在更想要赶快在 西太平洋这里 也就是东北亚这里 去开辟出他自己 一个新的第二战场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在 必须等到日本本身 现在还没有在军武上被变的时候 赶快做个突袭 那事实上 包括俄罗斯用核武器的这一招 是十分十分的阴险的 因为本身来讲 在二战期间 也只有日本 这个本土 遭受到核弹的攻击 也只有 本身在日本的居民里面 他们对核弹是 具有相当大的一个阴影的 所以说一旦俄罗斯用核弹来去威胁日本的一个 不管是百姓也好 或者是现在的执政党也好 我相信其实会对现在的执政当局 暗庭文雄 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反战压力 所以说其实 这个俄罗斯是异于数次 那其实本身来讲 如果说在日本本身没有在军备见诊的一个情况下 在这时候赶快去乘胜追击 然后打个一个措手不及的话 我相信其实俄罗斯 他是刚好借由这个 核武器的 这个核约的失效 来去进一步去对日本产生更大的一个威慑力 我相信这本身来讲 也是中俄在习近平和普丁见完面以后 他们所要加以去 护许或加以去 赶快产生第二战场的一个企图 好 不得 当然他现在对日本还没有这么快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做 这一系列普丁 他其实就是威胁恐吓 是吧 一系列的各种方式 逼日本和西方阵营 这个断开 说白了 在政治上 各方面施压 接下来 他会慢慢的 加码 俄罗斯你看 就是干啥 那都是和核有关 习这里干啥 那都是和他的现在的朝鲜有关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在这些时 这些时候 他的一系列布局 这就是我们想今天说 为什么说这个削减核武器协议 为什么说是对日本的一个核威胁的一个反应 反击 一个打击 这是要重视的 这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 说就削减 好像 比如说削减 好像没说要对 这个日本用核 表面上削减这个核武器的实效 实际上背后 其实就暗藏着 是吧 他的 啊 这个小心思 就是一个警告和威胁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子分享 再见